各位同學好 我是鄭耀德 然後我是來自家藥藥學 今天有幸在這邊可以跟各位分享 我上了 我考上慈濟學士後中醫的一些心得 然後我是畢業後一年開始 就是畢業後開始準備的 我在學大勢並沒有花時間準備 希望我的心得分享能幫助到各位 我會先從各科的老師我覺得的優點 講完之後再補充我自己的讀書方式 希望我的讀書方式可以讓大家有一點點幫助 或是大家可以參考 國文的部分 簡正老師帶給我最大的幫助 他就是提醒我基本功的重要性 老師不會過度去強調太難的背誦 他是用很清晰很簡單的筆記 幫助我們把國學的嘗試 然後快速的建立大綱 然後讓我們可以記起來 而且在課堂上他會常常問我們 就是他前陣子有提到 有寫過的筆記 或者是有問過我們的問題 那在於老師這樣子反覆的問答 而且多次的問答後 就是不知不覺 就是那些很重要的筆記 都會記在腦海裡 而且老師提醒的重點 一定是重中之重的重點 所以一定要熟記 尤其是國文筆記書的部分 文中提到 書中提到的一些國學常識跟重點 都是必拿的分數 那我會推薦筆記書一定要熟讀 那做起題目來就會踏實很多 就是有很多基本的分數都可以拿到熟 這樣子 那我的讀書方式呢 國文的話我會大致分成 自音自行 國學 閱讀還有文藝理解 那我會透過做題目的方式去分析我自己的弱點 到底在哪裡 然後去尋找那個部分的題目 然後並且透過大量的練習 去增進我的實力 然後錯的題目呢 要詳細的盯正並且蒐集起來 那這樣子在考前的話 你就會建立一本屬於自己的 錯題筆記 那在考前複習的時候 你只要看那本跟筆記書就好了 那你可以把一些 平常不好記的東西 在考前的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 快速的記在哪裡 然後到考場要是有出現 考題的話你就可以馬上回答 然後拿到分數 那英文的部分 從以前開始 英文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非常 棘手的科目 我的學測也是考得非常的不好 但是在遇到張文中老師後 我對英文有很大的改觀 就是老師對於文法的拆解非常簡單 而且非常清晰 在一個很長的句子 老師都可以讓他分解的 讓他變得很簡單 而且由任何不懂的部分 老師都可以換一個方式 跟我們解答 然後 講解到我們懂為止 我覺得老師是一個非常有耐性的老師 而且老師對於文法題的整理 我覺得是非常清晰 而且非常厲害的 他將很長考的幾個題型 然後寫成筆記 然後都有整理在他的文法書裡面 所以我認為那個部分一定要熟讀 然後這個對我的文法題的答對率 幫助非常大 而且老師的上課風格是非常有趣的 然後讓我每次都還蠻期待上英文課 然後老師的同意字 以及他的格林法則字根 都是可以幫助大量記憶單字的基礎 所以說我會建議老師在上課題集的同意字 而且他寫在黑板上的同意字框框都要盡量記起來 然後老師也會在上課的時候 常常提到這些同意字 那我會建議就是老師在提到的時候 就要迅速的去回想 那如果說那個空格裡面有五個 那就盡量要回想到三個到四個 或者是更多 就如果說能把它記起來當然是更好的 那讀書方式我認為 英文是需要多次或者是大量時間的接觸 然後還有回想之前讀過的東西 不然會很容易忘記 然後我個人是推薦可以將老師的閱讀上下冊 寫熟 然後除了題目要答對以外 老師下面句子的解析 如果可以的話盡量精讀每一個句子 因為如果說每次都有習慣拆解句子的話 在考場上就比較不會那麼害怕長篇的閱讀 而且也會提高自己閱讀的速度 像這次遇到詞記的考題 剛好是閱讀非常多的題目 那我讀起來的速度就有比剛開始寫考古題的時候快得非常多 所以蠻推薦用這個方式去訓練自己的閱讀速度 然後同意字的部分真的非常重要 我會把同意字全部整理到另外一本筆記裡面 然後有事沒事就翻一下翻一下 像老師上課常講的一些各式各樣的同意字 還有生氣的同意字 這些都是非常愛考的題目 或者是常常出現在閱讀裡面 有一些同意字的題目 像如果說有出現這種部分的話 老師的同意字就可以幫助你拿到非常多的分數 那單字的部分我會建議 不要太過盲目的去追求太難的GRE單字 或者是太過深的單字 因為其實有些單字你看了之後 你不一定能在考場上記起來它的意思 那我會推薦就是將核心的單字 多次的複習以及熟讀 然後盡量掌握高頻率出現的單字 尤其是考古題的單字 都要盡量把它背起來 還有老師格林法則 15回的題目 然後盡量能多刷幾遍 然後將選項都背起來 那是最好的 那普化的部分呢 我覺得李和老師他上課對於考題的把握 非常的清晰而且準確 而且能夠在短時間內 幫助我鎖定 能夠在短短的時間內 幫助我鎖定 那個 考古題 參考的形式 而且老師的解題模式 都是非常的快 很準 快速切入題目的核心觀念 我覺得對於我解題的速度幫助非常大 老師常常講說解題的速度 在考場上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這是正確的 因為如果說你能花越短的時間 花在基礎題 那你就有更充裕的時間 去琢磨一些比較難的題目 那你如果有多餘的時間 去琢磨難的題目的話 你就可以在難的題目上面 解開一些一題兩題 那你就可以用這些分數去贏別人 而且老師都會把這些熱門的考題觀念 整理到他的補充講義 然後我覺得幫助我省了很多整理的時間 因為老師都幫忙整理好了 而且老師整理的都是非常核心的部分 所以在刷考古還有在考前 有一些錯誤的地方 蠻推薦就直接把它記在上面 然後考前翻的時候 你就知道哪裡是你的弱點 然後趕快去考前去回想一下 那對於考試我覺得是蠻有幫助的 那讀書的方式 就是我自己的化學是有學完高中三冊 有學完高中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化學對我來說是相對好準備的一顆 但是有碰到一些樂力學的章節 還有一些我比較不拿手的章節 我還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去練習 那讀書的方式呢 我會覺得課前的預習是非常重要的 能在課前花時間去琢磨一些老師的立體啊 我覺得對於上課內容的吸收很有幫助 而且課後要扎實的複習 而且多寫一些題目 然後老師課前都會準備一些課前的小考 那我覺得課前的小考對於前一週 所學的內容是一個很好的驗收 所以說我會盡量去寫 能寫就盡量寫 而且當天就要趕快有問題的題目 以及觀念就是向老師問清楚 因為老師挑的題目都是非常的精確 他可以用這些題目 讓你自己抓出你到底上禮拜學的地方 有哪些觀念是卡住的 有哪些部分是不熟的 所以我會推薦 老師的小考考題一定要寫 如果說當下速度不夠快 寫不完的話 回家也要盡量趕快把它寫完 然後有問題的話 就去問老師 把觀念搞懂 李和老師是一個 非常願意向大家 幫助大家解題的一個老師 所以說我覺得 就盡量去問老師沒有關係 老師都會給你一個很好的解答 然後普化百分百 老師出的普化百分百內的題目 一定要寫到爛寫到熟 因為那裡面都是一些考 都是考古的題目 所以說那些分數是務必要掌握的分數 那如果說我會推薦先不要看詳解 然後先用一張計算紙算過之後 再去看詳解 然後看看自己跟老師的觀念是差在哪 因為有時候自己的解題觀念不一定是錯的 可是老師說不定可以讓你更快的去切入到題目的核心 所以說可以去參考一下老師的詳解 那如果說自己解的方式是自己覺得OK 然後速度也快 那我覺得就沒關係 但不要在解題前看詳解 因為這樣子會影響到你去琢磨一個陌生的題目 因為畢竟上考場遇到的題目都是陌生的嘛 對 那接下來講有機化學的部分 有機化學我是選擇方志老師 因為方志老師有現場課 所以我就選擇方志老師這樣子 那老師的教學方式我覺得是非常的淺顯易懂 老師可以讓有機化學的門檻入門降得非常低 然後讓對於有機化學沒有什麼概念的人 都可以快速的學習有機化學 而且老師整理的資料是非常清楚清晰 而且也明白的 那如果說老師會發補充講義 還有他的有機口袋書 那裡面的題目如果可以備手的話 我覺得可以應付蠻多有機題目的 應該是大多數的有機題目都可以應付 那老師課堂中也會向學生提問非常愛考的考點 而且他會蠻常去問的 就是教了之後後幾堂課可能都會提問 那雖然說被老師問到的時候會有一點小緊張 但是我建議是盡量可以去回答老師的問題 因為你每回答一次就是幫助自己回想一次 就再複習了一次 那如果說有答不出來的題目也沒有關係 那就是要拿一張紙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如果說老師有講到的部分 有哪裡不懂的話也都可以記在那張紙上 然後下課後去向老師問清楚 方志老師都會很有耐心的去解決每一個學生的問題 然後方志老師都會很有耐心的處理學生每一個問題這樣子 那接下來來講講我的讀書方式 我的讀書方式是我下課後就會盡快複習 因為有機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個相對陌生的科目 所以我會盡量在下課後趕快複習 然後讓我自己能最大限度的去吸收 那個老師上課教的東西這樣子 那在平常讀書的時候我會推薦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機構 去知道化學機構要怎麼走 這些平常的練習在日常的累積起來 到你寫考古的時候它就會有非常顯著的幫助 在後期刷題目的時候會非常快 然後甚至有一些簡單的題目 你的機構也不用畫出來 在你的腦袋裡面就會自己跑出機構要怎麼走 那在複習完一個章節後 我會用老師的有機口袋書 就是口袋寶典複習 然後他會把答案寫在一側 然後題目在另外一側 那把答案遮起來一個一個去練習 就是沒有選項的去寫出答案 它是有點類似問答題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可以很好的幫自己驗收 你讀的東西有沒有寄到腦海裡 然後老師挑的題目也都是非常重點中的題目 那如果說能快速而且正確烏烏的答出來的話 我想那一張內容應該是非常熟悉的 那如果說不熟悉的話 就再多看幾次課本 或者是找出答案 然後那本的話也可以幫你去鎖定 每一張課文中的重點這樣 所以說我覺得那本口袋寶典也是一本不錯的補充教材 那接下來講生物的部分 我認為生物是一個非常需要大量記憶的一個科目 那黃標老師他都可以在一些 黃標老師都可以將這些需要大量記憶的知識聚焦考點 而且用很精美的版書跟補充去統整起來 那我覺得在記憶上變得非常輕鬆 讓我覺得記憶起來變得比較輕鬆一點 而且彪哥上課的教材還有補充都是用全彩的 我覺得在閱讀起來的時候使圖像更清晰好懂 因為在學習生物的時候圖像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說我認為這個有示範功倍的效果 而且彪哥在上課的時候也會幫學生連結之前有上過的課程 我覺得在對於內容量相當龐大而且繁多的生物來說 是一個可以幫助學生去複習先前上過的內容 而且加深印象的一個優質的好方法這樣子 那來說說我的讀書方式 我蠻推薦可以去看一下彪哥地側最前面的一些前導演這樣子 因為裡面提到蠻多寫倒扣體的方式 而且還有讀書方式 我覺得是讓我學到蠻多的 因為他寫的其實還蠻淺顯易懂 而且也可以幫助學生去記憶 也可以幫助學生去記憶一個知識量這麼大的一個科目 那我會認為彪哥的課 他課前的預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樣可以比較跟得上彪哥的上課節奏 而且他在版書上寫的東西都是一些重點 那你如果說有先看過整體的課文 你就會知道彪哥是怎麼去抓出這些重點的 然後你的吸收會更快更紮實 然後彪哥課本裡面的例解是一定要寫的 我會認為說英文跟中文就是能寫的盡量寫 然後去盯正 而且彪哥的版書 我認為是盡量每一張的重點能寫都把它寫下來 因為彪哥的版書都是把一些 把很多參考的重點整理在一個黑版的版面上 所以說我認為這個圖像記憶法的方式 可以幫助學生在讀生物的過程中有非常好的幫助 那生物的話我自己也有做生物的錯題筆記 那就是把錯的題目結下來 然後我會去查說它位於版書的哪一個地方 或是位於課本的哪一個地方 然後再把那個部分記錄下來把它放在題目的旁邊 那其實這樣反覆做你就會發現你的弱點會越來越少 你的盲點會越來越少 然後你對於基礎題的把握會越來越高 而且在考試前你用錯題筆記 就可以快速的幫助你去看那些你已經錯過的內容 你已經寫錯過的觀念 那甚至你可以整理出自己一些比較不好背的東西 然後再考前趕快實際起來 然後進去考場 有題目就寫 沒題目就把它忘掉沒關係這樣子 所以說生物的部分我也蠻推薦 花時間去整理錯題筆記的 那最後的感想是 我想先謝謝我的家人來支持我 支持我來這邊補習 補學士後種椅 然後也很慶幸能來到高原補習 然後遇到這麼多優秀的老師們 然後讓我在畢業後一年就可以上岸 對這就是要多虧老師的教導 那不僅如此我覺得 櫃台的工作人員對我們也都很好很照顧 然後盡量能讓我們在補習班的時候都可以 全力以赴的在課業上 不需要擔心其他的東西 那我覺得台南高原的氣氛很好 而且讀書的氣氛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而且我有遇到很多很好的同學 還有厲害的學長 他們在課業上都有對我很多的幫助 那最後感謝一路上幫助我的人 然後謝謝大家這樣子 那我的心得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